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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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乒乓球队 南队的主教练刘国梁 做我们的技术顾问 刘国梁呢也非常的繁忙 正好呢 自己的队友打球 所以呢 他可以抽出来给我们做技术顾问 同时呢 介绍有关的一些情况 在我们的后边呢是日本电视台 在我们的左侧是欧洲电视台 正好也是过去的一个优秀选手 赛伊德在进行解说 在我们右侧呢是国际拼联的和ESPN的现场解说 刘主导您好 你好 你个人认为这场球谁的胜率高一点 这场球是最难预测的一场球 因为他们两个从小到大 这个比赛里边都非常激烈 特别在这世界锦标赛这个决赛当中 上一届也是他们两个决赛 最后王立芹是4比2 战胜了马林 但这次比赛里头呢 我看这个马林目前整体的竞技状态 这是他参加事业比赛所有的大赛里边 最好的一次到目前为止 但他这次能不能突破 能不能成为无冕之王 我觉得他要过王立芹这关呢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是的 王立芹呢是2001年和2005年 两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 马林是四次世界杯的冠军 我们期待着今天王立芹 也能够拿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不过在这个比赛中呢 我想今天整个的决赛呢 是在中国队之间进行 但是整个比赛打的场面 却非常吸引人 对 大家可以看到呢 王立芹那是两面反交的 胡拳结合快攻 刘老师 现在我们中国队用的 这个正手的胶皮 红双起的狂标占多少比例 正手狂标基本上 我看8% 90%以上吧 都是用的正手 都是用的红双起的旁标 对 这个胶皮你觉得有什么特点 这个胶皮呢它就是比一般的胶皮旋转更强 而且更容易控制 摩擦技术啊比较好 特别在关键时刻这种戳球啊 发球啊拉球啊 包括它自己过去的旋转 跟这种节奏 跟这个国外的这种套胶呢 不太一样 特别在正手位的这种使用 因为正手的这种照顾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队员基本上正手都打的是狂标 另外这次呢有一个敏感的问题 就是这个胶水的表决 28票对12票 也就是说呢 这个有机胶水可以到用到奥运会以后 你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感觉 刚开始呢我们并不是很关注这个 特别作为教练运动员 这次来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参加时评赛 但后来这种听说了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胶水呢 它奥运会以后使用 我觉得对这个发展上 特别是奥运会的观赏性呢 还有很大的这种帮助 但是无机胶水呢 可能早晚要用是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 因为根据最主要考虑 所有运动员的这种身体健康问题 好的 好观众朋友 现在2007年世界锦标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 马上是要开始了 这也是2006年的 2005年的世界锦标赛的一个复盘 当时呢是王立琴是4比1战胜了马林 是吧4比2 当时4比2 那看看今天马林能不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现在王立琴发球 拉直线 行程相持 一开局马林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而且进入状态呢也是比较快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里头 如果说马林要想赢的话 他必须要这种进入状态很快 因为他是打变化 打特点 他又比较有灵气的一个运动员 王立琴呢 是一个特长 比较这种均衡 比较全面 攻防 这种都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运动员 所以马林呢必须要这个要想赢 必须要这种出其不易 上来要把王立琴这种给压住 那作为王立琴反过来说 如果想赢的这个比赛的话 必须要能够靠得住 能够病得住 减少五位失误 他到最后的时候 达到这种六局七局之后 突然再发力 这会儿他的实力呢 就容易显现出来 好 现在0比5 王立琴落后 王立琴发球 马林跟王立琴呢 两个人现在都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两个队员 所以他们两个的打球的风格 跟性格特点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如果说 用这种相对这种简单点的话说呢 就是马林呢 希望把这球打得越复杂 越乱 局面越难看 对马林来说越好越有利 王立琴呢 相反是希望这个场面 越简单越好 尽量就每个球里边 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这会儿说 王立琴的这种实力 就能显现出来 所以他们俩比赛呢 就看马林能不能把 王立琴弄得复杂 而反过来 王立琴能不能把 马林变得很简单 就看整个从大局上 我觉得谁能做到这儿 谁能控制场上的局势 是的 那您指的 要是王立琴要想简单的话 就是尽可能的 避免跟他斗小球 提前把球调起来 打相持 对 他必须要这种简化里边 对纸板来说 他就要主动打成长的 打成上旋的相对就简单 因为变化最多的 就在台内前三板 发球接发球里头 它容易变化 现在场上比分是3比7 现在马林是领先4分 这是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 2007年世界锦标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 高调护线 哎呀 这个球太可惜了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王立琴是过了柳成敏这一关 也是不容易 我看你的场上也挺紧张看着 是 因为柳成敏呢 在大赛当中 给人的这种压力 还是非常强的 他获得了2004年的 20岁南当冠军 他包括这个 在这次比赛当中 赢了无上银 赢了波尔 这两个对手 在日常里头 他是非常难赢的 甚至没怎么赢过 所以大赛当中 他一旦这种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的这个潜力还是非常大 现在场上比分3比9 王立琴反半高 泡泡球 嗯 挑 但是第一局落后太多了 对 主要是上来的时候 王立琴这个进入状态啊 还是有点慢 跟他上一场打柳成敏的时候 有点像 第一局的时候 他往往这种投入性啊 包括手上的这种感觉 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 现在尝尝比分4比9 哇 参王 就从天生的这种兴奋状态来看 是我们马林要比王立琴要快 对 马林的这个脑子现在目前来说 在当今拼坛应该是最快的 也是变得这种最灵的 这是他的特点 他这个 其实每个运动员 大家可以看 他们的这种球路啊 跟他们的性格是一模一样的 嗯 他以为他自己的这种思想 来掌握自己的球 嗯 好的 马林的这种灵气和地球状态里面 只管容易出现这样的感觉 嗯 因为他主要是靠变化 他打的不是实力 明白 好 第一局呢 马林就以11比4取得胜利 广告之后我们介绍第二局 上手的机会 嗯 而且马林的拼抢上比较凶 是吧 无论是这种接发球台内白短 还是正手的这种抢拉 是吧 显得这种进入状态上 人的精神状态都比 王立芹进入的快乐一些 嗯 好 第二局开球 对 哎 王立芹接发球失误了 看得出来王立芹想采用 这刚才打柳腾敏的这个战术 用反手拉起来之后 想简化比赛 嗯 他尽量的形成长球 这两个接发球 直接15克去的这个半高球 在发球发的环节上 马林比王立芹要好一些 对 现在0比2 王立芹发球 挑起来了 现在王立芹显得比较被动 比较这种简单容易看出来 就是马林的发球 马林可以打发球 给他的威胁非常大 对 王立芹的发球 没有机会想攻 因为马林之后 加转摆这套短球之后 他只能反控 嗯 所以基本上10个球里面 现在7 8个球都是马林在拉 对 现在场上底分1 底3 王立芹 这次比赛里面整体上 这种正手的对拉跟反拉上 显得这种差了一些 这个力量啊 包括他自己的这种重心上 有点偏厚 你看马林花就基本上 马林全在全在进步 嗯 他这马林出球的角度非常大 对 刘士导他们两个在打对内的时候 胜率谁高一点 嗯 一阵一阵的 嗯 比如这一段时间 这个马林高 下一段时间就王立芹高 嗯 关键他们是水平就是太接近了 嗯 就是每一局里边 每一个小的变化 那都可以说 造成整场比赛的这种胜和负 嗯 包括每一个某一个球 是吧 这种非常细腻 互相之间比较了解 所以谁能够抓住对方的这种特段 能够打通就比较好 所以王立芹现在目前没有找到这种很好的办法 就像刚才他的意图是不错的 但是意图他不错之后 但是他也有这种成功率 他来保证 没错 这两个球这里边 包括前面几个球里边 王立芹的意图非常明确 嗯 接发球主动收场或者调起来 啊 八强里边也是主动调打起来 形成上拳 嗯 想形成这种简单化 形成到他两面打一面的这种优势 对 但是呢 马林也知道他这种意图 所以马林呢 就看这会儿能不能这种摆脱的出来 用自己的强攻 打的对手不敢轻易的这种去弄长球 现在5比3 马林高调互相拉起来 形成连续拉 好球 哎呦 这就是 其实王立芹这么打是对的 但是他正手的这种五位十五有点多 嗯 那这球应该是主要得分的球 非常成功 已经别住了马林的反手 对 而且马林这队员呢 他除了他计算处的能力之外 他最主要他意志 是吧 非常顽强 对 关键时刻非常能参 嗯 现在6比3 好球 角度打得非常大 漂亮 那这球打得太经典了 那这种呢也是在千万次的挥拍练习中 掌握了球的这种性能 所以有的时候在不法不到位的情况下 通过手上的控制也能把球打上来 对 这么大的角度 连续的这种奔跑 所以显得马林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好 现在3比7 好球 所以对王立新现在就是拼命要能够缠得住 咬得住 并住之后他才有办法去摆脱 嗯 现在4比7 这对马林是个击子 非常关键的一分 这个球正常应该能拉到的 对应该拉到的 而且这球他也知道这球非常关键 5比7跟4比8 是吧 他是4分和2分的优势 再加上该马上轮到这个马林的发球 是 所以如果8比4的话他可以扩大比分 嗯 7比5的话就基本上两个人又又并住了 咬住了 嗯 所以这这板球非常关键 现在7比5马林发球 冲 这板冲到王立新的中路 力量很大 嗯 王立新的接发球 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 对旋转的判断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犹豫 嗯 这个明显的上旋 就说他看不太准 对 现在8比5 漂亮 那王立新的防守呢 是中国队最好的防守 对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8 好球 这几个时候王立新打的还是比较聪明 主动调马林的正手 这局对两个人来说非常关键 如果马林要赢下来的话 有两局的优势的话 这场球就比较好打 如果这局王立新转过来的话 这球 这球就很难说了 嗯 现在7比8 王立新落后 马林挑起来 啊 台内的挑球 马林挑的特别好 对 马林这次这个表现的这种比较突出的 就是台内的短球啊 抢攻比以往的这种任何一次 抢的都凶 嗯 而且变化的时机呢 也是不错 这次掌握的 是的 现在9比7 你看 就是 他知道这种捅到他正手的时候 直接这种穿直线 这球其实是冒着比较大的风险 是的 这样马林是以10比7领先 还是扳高抛球 调起来 这球有点保守了 其实是一个机会 可以发力的 对 可以发力了 你看这就 以往的高中很多来了 他想加点保险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10 啊 王丽琴 在这个时候 对王丽琴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啊 王丽琴关键要想办法能够发球抢攻 行程相持 结果出界了 啊 这样马林就以11比8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目前马林是2比0 暂时领先 稍后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局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2007年世界乒乓球比较赛 最后一天的比赛也是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男子单打决赛 在中国选手王丽琴和马林之间展开 目前马林是2比0暂时领先 现在第三局比赛开始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乒乓球队南队的主教练刘国梁 做我们的技术顾问 现在 0比0 王丽琴1比0领先 前两局这个看呢 马林跟王丽琴的反差还是比较大 马林拼抢的这种非常积极 非常凶狠 他也看出这种采用技战术上非常坚决 王丽琴呢 显得就是还是很保守 保守体现在一个接发球上 那接发球虽说他在这种捅长 像这种试图打长球 但是他的质量上不够 再加上他自己发完球之后 没有很好的这种进攻的机会 所以再加上他到正守位 真正正守对正守 应该是王丽琴的强项的时候 这次他把握的不是很好 对就像这样的球 以往王丽琴是一种必胜的 这马林拼抢的时候也打得非常好 就像你讲的 他一上来就很兴奋 对 包括人的这种步伐 很多不可思议的球 在2005年试竞赛的时候 当时是前面也是王丽琴是不是落后 前面打成 我记得好像打成1比1 是吧 马林有一局领先 这个有一个机会 有几局这种机会球的时候 马林有一局球不就领先 没把握的 所以看来今天王丽琴在这种情况下 是非常 目前是0比2落后的情况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返回来 漂亮 其实两个中国人之间的这种比赛 对运动员来说 心理上这种磨练是最大的 互相非常熟悉 一举一动 对手对你都非常了解 所以又想搏刹的时候又怕 所以这会儿的时候 心理这种磨练上非常大 再加上这个水平都非常高 到这会儿的时候 就是不敢犯一点的这种错误 我也看了这个半决赛 马林跟王浩的比赛 这个王浩从球赛上 是战绩的这种上升 但是他的这种犯错误的概念 所以为失误太多 所以造成了这个比赛的失利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实力打外国人 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反而可能 这个算计的 不需要那么细腻 对对 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内在的压力很大 因为打外国人 他们容易拼出来 容易释放 是两种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决赛的时候 所以中国人跟中国人打互相 有时候这球看上去比较难看 这次算是这种比较好看的球的 就是因为互相之间制约上太严密 王立新这局有手好转 现在尝试比分是2比5 漂亮 这几个接发球上 王立新这一样是戳堂 比上一局的这个弧线速度 包括这种动作的隐蔽性 强了 强了 现在场上比分6比2 马林的意图还是很明确 拼命的这种拨杀 来短 相持 这对王立新的这个特点 一旦等他醒过来之后 打击感觉他像一面墙一样 有时候打不动 是 你像马林这都是很主动的 先上手 但是得不了分 现在7比2 擦网 现在3比7 他跟马林打呢 每一个球都要小心 因为马林这个是非常顽强的一个运动员 是的 很多场比赛里面都是在落后的时候反败为胜 就给点机会就不行 是吧 现在打不动 王立新 就是首先上手 但是王立新防得非常好 3比8 漂亮 这点球感觉难度很高 对 但是现在第三局这样的局面 王立新是打对了 这么打一局的话 这个马林这样难度会非常大 最主要的是从这个教练的角度 他只要看一个这种局面跟大局 如果站住对头可能会有一些无尾失误 但是他无尾失误 他毕竟是少数 把他还提供进行 今天像这样的球过程 马林的质量下降了 王立新的优势自然就会减少 现在王立新是9比4领先 漂亮 我看马林同学有这个 他一来下意识的 这个要记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才行 而且他这球是带一定的这种冒险性 我看那时候你打比赛的时候也经常有正手的回头 对 又来了 这样王立新就以10比5领先 如果这局王立新拿下来还是有戏 对 这局王立新拿下来 而且王立新观点 他不光迎接这局 他好像从这个局面上 他有手就扭转 而是从基战手上 人也开始硬了 一样是马林在拉 他敢于这种对抗 前面就是防 现在一样防里边 他在主动的防 和背中的这边都有区别 没错 这样是王立新11比5返回一局 现在2比1 稍后介绍第4局 各位观众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2007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就将整个的2007年的锦标赛就落下帷幕 这是单向的比赛 我们现在是在萨哥勒布体育馆 向大家现场直播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中国乒乓球队的南队主教练刘国梁 做我们的技术顾问 等一会在比赛的间隙 我们也就整个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情况 我们请他穿插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1 1比0 局数2比1 现在这种局面呢 这一局包括下一局两局里边 马林如果说能拼些一局 对马林的这种胜势将非常大 所以如果说作为这个马林来说 现在场上取得比赛胜利的话 就必须在这一局和下一局里边拼命去搏 拼些一局之后见了三之后 给对手的这种压力 就不能再输一局了 那就会很大 所以大力来说呢 这两局必须要能够扛住 扛过这两局之后 这个局面马上就完全逆转回来 现在马林在第3局 第4局的比赛中 上来是3比0领先 所以按常规来说 这两局的这种拼抢 对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在场上肯定能感觉到 是最激烈 最凶狠的 就是谁抢这种优势的问题 现在0比3 哎呀 角度太大了 腰性太高了 所以像这种球也是 你看马丁上来这种拼的这种很凶 拼命用正手 王立琴也知道这局非常关键 所以要求上这种过高了之后 反而造成一些无尾失误 是的 这也是一种调节能力 对啊 现在4比0 现在1比4 有点这次你看了整个这个平方球比赛以后 你发现在技术上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 技术上我觉得要求队员的这个更全面了 这个前三板这种拼抢更激烈了 前三板谁占上风 这球将明显占具一定的这种优势 而且这个大赛当中 往往比的不光是技术 最主要是人从股子里边就是并发出来的东西 这个队员是不是过硬 到关键时刻是不是能顶得住 他的心理这种承受能力 是不是能够扛得住 因为就像马林跟王立芹现在比赛 现在马林的这种意图是拼命给王立芹施加压力 拼命抢拼命这种去冲 让王立芹乱他才有机会 所以王立芹现在这两局要做的就是抗压能力怎么样 就像跟这个刘成平打的时候一样 他如果说能够扛得住 扛住这种直板几次的这种拼杀之后 对对手的信心上就是一个打击 他这种转机的机会就有 现在2比5 揭发就抢冲 你看马林这种拼得多凶 一落后就是这种发力 他这个就像这种打仗里边一个攻城一个守城一样 他能守住他几次之后 他的这种气势就会下降一些 所以马林的现在就靠这股气 必须这种兵得住才行 现在5比3 形成对拉 漂亮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球非常关键 这个球马林就拿背面放的 对 对而且放的非常长 这局呢就是拼命进攻进攻 你看能攻的攻 不能攻的也要攻 这就是经验 对他绝对不能软 他软一线 所以达利这局再翻过来之后 这球就达利的这种优势就会出来了 漂亮 漂亮 那虽然说马林的反手弱 但是他打起来以后仍然可以盯一阵子 马林这球打得很聪明 你看侧身挤了两下之后 一看位置不好 马上回来用反手推 保住自己的阵子 他这会儿的时候 他这个速度没有下降 所以给王立芹逼的 王立芹必须发力 不发力的话 他将这种不同的进攻 如果王立芹要想强攻的话 现在这种带一定的这种风险和冒险 现在长城比分是8比4 那达利现在必须要这种 带着冒险也要这种去拨 像这样就肯定完蛋了 必须这种硬成冒险这种去拼 他拼上了就有机会 拼不上那就输了就输了 但是不能在这等 不能这么等 等是一定数的 现在长城比分9比4 这次打得太漂亮了 从来没见马林打出这样的这种状态 在大赛当中 这次是打得最好的 对 打太好了 现在长城比分是4比10 人完全的这种释放 两条直线 这样马林队11比4 取得了第四局比赛胜利 目前马林是3比1暂时领先 胜利在望 稍后我们来看看下一局比赛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五局的比赛 马林还是拼命的抢 马林还是拼命的抢 现在林比 好的 王立芹刚才这个条很巧妙 现在1比 啊 这个球打偏了 现在2比 马林确实 今天打得很主动 很积极 王立芹 现在场上比分是1比4 啊 去年的王立芹呢 作为八一工商银行俱乐部的选手啊 在河北千安市的主场比赛 当时呢 也受聘成为了河北千安的荣誉市民 今天下午呢 千安市政府专门发来 这个短信 希望王立芹在比赛中顽强拼搏 取得好成绩 王立芹呢 已经两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而马林是4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 所以现在王立芹呢 是遇到困难 我们期待着他能够突破这个困难 但是我们也希望马林啊 在比赛中呢 能够拿到市井赛的冠军 因为马林呢 是4次世界杯冠军 还没有尝过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滋味 现在场上比分是1比4 调起来 中国队的实力确实啊 这个技术非常的精 我们昨天呢 这个采访了德国队一个教练 叫李拼 原来呢是中国四川队的教练 他也介绍 他说中国队呢 目前整个技术战术的状况 是特别是技术的这种先进性 在这方面呢是明显的优势 但是他也透露 现在欧洲选手呢 也是采取各种集训 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流 来提高他们的能力 实现这个和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现在6比 漂亮 今天马林一上来以后啊 就释放自己的 这种能量啊 一上来就整个 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啊 使得王立琴呢 基本上没有反过来啊 只是有一局 王立琴打得不错 现在场上比方2比7 那刚才刘国梁教练也特别讲到 就是只有王立琴只有积极的抢 不过才有希望 要等肯定是不行 好的 再来 作为纸板选手 退到中后台 中远台 像王立琴这么大的力量都不容易打死 可见马林那个手感是非常之好 王立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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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场比分是7比3 这局非常关键 如果这局王立琴有机会拿回来的话 那么后头的比赛还很难说 现在7比3 半高抛 王立琴揭发球抢攻 4比7 王立琴目前是最新的世界排名第二 马林是世界排名第一 在5月份之前的那一期 那王立琴当时还是第一 马林是第二 这是名副骑士的世界第一和第二的争夺 也是2005年世界锦标赛的一次复盘 当时呢 马林和王立琴的比赛 结果王立琴是4比1 取得了4比2取得的胜利 现在从整个形势来讲 对这个马林非常有利 中国队这次能够得到5枚金牌 确实是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 特别是他们女队 在河北正定国家乒乓出基地 男队在厦门这一段的这个封闭训练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尝试比分是7比4 现在马林发球 还是半高抛 王立琴调起来 形成相持 漂亮 王立琴呢 这个一直是往马林的反手别 直到马林用正手换成反手 这时候呢 王立琴的优势就出来了 随着比分的变化 运动员的心态也在变化 有的时候当深处绝境的时候 就没退路可走的时候 往往就能够爆发出来 现在5比7 这个球马林拉丢了 因为这个人和机器不一样 它呢 时刻呢 都是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都在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出现了一种 可能当时出现了就像极点 身体状态 可能突然一下感觉不舒服 或者是觉得状态不好 这也是正常的 现在6比7 挑起来 漂亮 王立琴呢 在3比7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连追4分 把比分追成平局 在女子单打的比赛里边 李小霞和郭月就是这种情况 李小霞3比领先 完全占有优势 结果被郭月翻盘 现在7平 漂亮 发球抢空 这个球呢 王立琴是 戳得太高了 而且比较近了 这一轮马林还有一个发球 大家可以看马林这个镜头 他这个状态非常好 到了比较高的竞技高点 现在8比7 马林这个角度给的很大 这样在7平的情况下 马林又把比分拉开了 到了9比7 现在王立琴呢 现在是落后2分 现在王立琴发球 短的 调起来 变正手 再来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在世界锦标赛 在最后的争夺中 手不软 这个作为运动员来讲 是不容易的 必须经过多次大赛的磨练 才能够成功 王立琴最早的时候是2001年 过了自己的心理的那一关 拿到了市井赛的冠军 现在8比9 马林刚才王立琴 那个刘国梁说了 是智多星也是 他很善于动脑子 这时候王立琴要小心 再挑起来 压反手 直线 漂亮 现在王立琴的战术非常明显 就是从马林的反手突破 然后把马林挤到反手位那个角上 再变他正手 接着王立琴又把比分追了回来 9比9 但是现在的形势对马林很有利 因为他3比1领先局数 现在9比9他又拿着发出拳 关键是王立琴要接好发球 这个球接得非常漂亮 他是侧身晃了一下 撇到马林的反手 在某种意义上说呢 是给世界乒乓球的这个运动员们 做了一个演示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这正手 这样王立琴就以11比9 取得了第五局比赛的胜利 好 稍后我们给大家介绍 现在第六局比赛的情况 过来 好吗 是 第六局的比赛现在打到一笔 王立琴现在演出了即将翻盘的这样一个形式 马林非常渴望得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刘国梁教练的主动提出说他要到下面去看一看 要感受一下气氛 那么现在我们又请到了前世界冠军 八一体育队乒乓球队的队长 南队主教练 王涛做我们的技术棍 王涛你好 你好 看到这个比赛兴奋吗 确实比较兴奋 刚才王立琴的非常精彩 7比1落后的情况下翻盘 我觉得今天王立琴总体看的话 打的不是说有点发闷 虽然他赢了两局我觉得他有点发闷 另外的话王立琴的特点没有打出来 就是马林今天可能上了一拼的 比如组可能是不是跟本队自己人打好像这种叫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有点拘谨 像不要马林还自己叫 有时候叫一些动作 就是场上比赛的时候应该来讲的话 还是应该多 王立琴要是发闷的打的时候全是不一样的 指数上跟他那失误就比较多了 那现在对王立琴来讲如果你是他教练肯定要让他调整自己兴奋出来 对 要跑起来要 但是现在你看第六局王立琴现在4比2领先 形势在逐渐的好转 关键他上一局应该输的球扳回来以后他从细心上就不一样了 对马林的这个心态就产生很大的变化 马林觉得应该到手的球输掉以后 非常的 肯定这局打起来就不一样了 漂亮 差吧 不硬强 高手对了也就感觉好像在比内攻的感觉 对 今天王浩跟马林打的也挺精彩的 是的 虽然输了就是一两分之间 所以我觉得这些应该员现在中国这种水平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王立琴关键的防守好 也就是马林虽然有优势 但是呢 在防守的情况下 他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得分 再加上自己主动 所以看着有时候 马林好像有时候得势不得分那感觉 是吧 看着挺凶 但是一看比分落后 对 王立琴呢 打主要是在揭发球上 如果王立琴接着好的话 马林就非常难打了 对 漂亮 你看这都是防的 现在你看王立琴叫回来了吧 嗯 叫回来了 其实这个 随着这个局数 随着比分的时候 王立琴的慢慢就出现了 王立琴要叫来的话 马林做非常难打 前两局一天一直发闷 被马林打得就没什么头都起不来 我们感觉到就是今天不是一个决赛的 没想到会翻盘以后 所以非常精彩了 前面好像觉得好像 今天决赛好像 前面打那几句好像没什么意思 很压抑啊 感觉好像没有释放的感觉 看来第七局是不可避免的 对 现在三比七 作为马林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心里不要有人变化 因为马林刚才是必胜的球 必胜的这个冠军到手的时候 对 各兜里给人放那把金牌有 因为毕竟现在 王立琴拿我两次这次 势力经济赛 马林是特别渴望拿这个冠军 今天打得闲 我跟刘伟良也聊了会儿 刘伟良跟他讲说 他应该是看好了是 马林的心动比较大 因为马林状态都非常好 他说马林特别渴望拿这个 我说这就看马林能不能过心里这关了 如果心里能过这关了 马林就记住来讲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 今天一看的话还是出了点问题 现在7比4 白短 漂亮 现在5比7 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希望马林能赢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马林啊 他没拿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对 没拿过 拿了四次世界杯 对 世界杯虽然是世界冠军 在这种比赛里面是 在就是对这种大赛里面 他不算是大赛 对 就是奥运会市井赛 这在前头 对 对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7 马林把比分再往回追 马林能把比分再往回追 马林能把比分再往回追 因为马林毕竟单面 你如果说光靠白短 因为有马林在台内就很难 嗯 非常难 因为马林台内短球啊 各方面能力特别强 你要跟马林够短的话 也很吃亏 就尽量你看 他就尽量挑出马林 或者从马林尝尝 马林拉 马面拉马 拉马林的正手的话 紧张队拉 王立琴还不是很下风 啊 现在又打成了7平了 你看转眼 又让马林追上来了 现在王立琴发球 漂亮 这场马林接的也稍微添高 所以王立琴没发什么旋转 没发什么旋转 没发什么旋转 马林可能是控制的球 这场可能判断的不是很清楚 真的判断不错 摆着摆过去 摆着点高 出台了 现在8比7 啊 又拿了2分9比7 这局如果王立琴赢的话 从应该来讲的话 马林就是心理上 这个第7局 就能顶住王立琴 压力就更大了 对 压力就更大了 因为是到手的冠军等于 所以对方又给拿走了 啊 现在马林发球 哦 这个球王立琴防得非常好 顶到马林的胸上 啊 这样王立琴是10比7 10比7领先 由于他现在2比3落后 局数是2比3落后 所以这一分再赢下来的话 就双方打成三平 将进行第7局决胜局的比赛 现在马林发球 哎呦 这球有机会 球有点没跳 马林这球往上挑了点 球挑比较短 你看球挑比较短 反正球就刚出台一点 马林琴就是赢钱不够 球有点没跳 进场比赛被马林翻盘什么9比7啊 7比9 今天跟刘若良还讲 我说你回去看看 咱们看看我拍了很多这个录机录像的时候 我拍王 拍马林的时候 马林很多球都是在落后追回来的 什么9比7 9比6 非常多 他赢的虽然看着4比0 嗯 其实都是十平以后赢 漂亮 那王立琴这个偷袭对方的这个正手啊 这个有假动作 反手挑了一个 非常成功 这样呢 王立琴就以11比8取得胜利 双方在前六局里边各胜三局 稍后介绍决胜局的比赛 各胜三局 现在首先由王立琴发球 漂亮 马林接发球非常凶 一上来把球 反手 直板横拉起来 看这局马林有没有新的变化啊 林迪 金正这种相持还是王立琴上风 是的 但是王立琴毕竟两面 嗯 那马林就比较吃亏 马林有挤住以后他没办法 他必须得用正手 马林取得分 他反手想推死 马林琴想撕 就是想反 就是反面直白横打赢 马林琴非常难 嗯 所以马林要注重前三板的得分 一比 王立琴激发球想了 漂亮 那我们看到两强相争勇者胜 现在呢两个人都非常的勇 而没有看出哪一方呢有点保守或者软弱 所以中国平凡球队不仅注重技术训练 更重重于这心理的训练 现在场上比分是1比2 现在的比赛水平在实力相当的时候就看谁心里好 反拉 对拉 漂亮 你让王立琴手举起来 弹起来了啊 这球一出现这种球 马林就比较难打了 王立琴要形成这种球或者是 安杰特兴奋的时候 他精神特别集中的时候就特别难打 因为王立琴非常有实力能源 你看刚才他又是一个倒地的拉球 他这种球跟波尔出现过 看没有刚才这个倒地拉球 他那么大个能啪那么低的话 这人在真的在决赛中才能出现这种球 平时训练中是没有这种球 对 人到了一个兴奋点的时候才能 打一些很超出是想象的球 没错 现在场上比分是三比 王立琴发球 白短挑起来 现在如果这种球像王立琴的短球 可以发力挑的话 像马林这么高 马林肯定就发力挑了 王立琴还是不要保守了 其实机会非常好 可以得分的球 还是保守推着一个马林的反手 也被马林拉了一边 他那么高的话 应该挑马林 现在场上比分是三比 漂亮 我估计可能马林也是不是 心理上压力也比较大 你看他的短球在前面啊 控制的非常好 对对对对 像这个球控制的就不是很好 这个所有的打的球 所有都根据你的这个思想场上 这比分跟这个局数的变化 跟场上比分的变化产生的 你十比九你说你暴跳一个 你也不敢 0比0你就敢暴跳 对 因为他这个心理上就产生很大 不一样 结果马林拉丢了 那这时候 这王立琴的这个状态确实非常好 这个我觉得比赛真的是 很兴奋 对我觉得这个 这胜利的天秤又跑向了这个王立琴这边 刚开始一直马林觉得是冠军已经在手了 对对对 天秤又又换过来了 对 王涛你个人认为现在王立琴取胜的概念 目前为止有多大 还很难说 因为马林的意志品质 大家都是知道的 他是拼命三狼行的 属于那种 他落后很多球都追回来了 所以你很难 现在我不敢对你说 王立琴一定会赢马林 应该从比分上来讲王立琴上风 那王立琴如果这么打击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拿到冠军 可是现在马林的话 如果他就硬起来 硬朗起来了 跟前面开局那么打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追回来的 是的 关键还是看他们发球激发球前三板的这个控制能力 好 现在王立琴发球 5比3 马林摆短 吃发球 马林很少吃发球 看来今天吃马林王立琴给他吃了就一一两个 这个时候 关键时候吃发球 确实是从心里面 他想摆的太好了 想摆的有质量的球 最终于吃发球 现在6比3 现在王立琴是领先三分 漂亮 对 那这球很果断 马林第二回短的时候 应该王立琴要挑了 因为这个在摆短的时候 荒双摆一两个之间还可以摆 第三个球摆过这球 基本上就很难摆了 因为这球就很容易出台了 那现在马林是落后两分 漂亮 对 马林要这种球出现的话 王立琴就给王立琴威慑力就比较大了 所以就像刚才这个国梁也说 他说这个到关键时候得人骨子里的东西 没错没错 就看出那骨子里的东西 对对对对 平时比赛你根本没有感觉到 就这种比赛中才能看出真正的是第七局 20 10比10 9比9 他体验出这这种东西出来的 没错 所以心里的东西呢 天生的成分很大 那么后天的训练也非常关键 特别是一些大赛的考验 哎呦 这种球是王立琴 到王立琴这种轨道上来了 王立琴最希望给人对拉了 因为他能力非常强 实际上马林就不要背了 可是马林在前两局对拉的时候 王立琴拉不过马林 是是是 随着这个比分增长 人家就是 动的就会走样 有时候想发力的时候 动的就会走样 一会输就有了 那现在王立琴还是领先两分 应该说呢 马林现在把比分的已经咬住了 如果只是两分两分往前走的话 那么这时候马林还有希望 白短 侧身抢了 正手 这球王立琴给的正手角度太大了 好 实际上看呢把马林打得摇头 确实是 王立琴今天后面发挥的特别稳定 而且这球给的特长 对 弱点非常好 控制马林 变成马林正是变得比较多 这时候拉开三分 如果拉到四分的时候 再追就太难了 这球非常关键 8比5 白短 马林连续白短 9比5 这样马林就比较难了 8比6跟9比5差得很远 这样呢 现在王立琴领先了四分 人家观众喜欢看这样的球 看这种比较精彩 第七局打了9比9 就是两分之间的时候 这个乒乓球的魅力就出来了 是 你追我赶的 没有说你9比0都有可能追回来 嗯 现在5比9 马林发球 漂亮 挑的非常好 手不能软 这时候马林要叮住 拼到9比7的时候还有净机会 还有净 是 对 因为不到最后一分的时候 都有马林都有机会 在上一局好像就是7比9的时候是 马林 追到9比9 追到9比9 而且是在对方发球的情况下 对 现在6比9 哎呀 赛点 啊 这样王立琴就以10比6 10比6 到了比赛的赛点 现在马林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吧 棋子回生 真的今天是棋子回生 现在也很难说 10比6点现在不敢说王立琴可能会赢 但是从这个局面来讲 王立琴已经胜利在握了 是 是 只能说是胜利在旺 不能说胜利在握 是 其实人们的心里都很矛盾 又希望马林拿冠军 也希望王立琴发挥好 拉起来 王立琴 啊 这样王立琴就以11比6 取得了第7局比赛的胜利 大家可以看到王立琴非常的兴奋 他是第三次获得世界键标赛的冠军 祝贺王立琴拿到冠军 确实不容易 今天王立琴 马林也是7比1领先 嗯 王藤你点评一下 整个点评一下 我感觉这两球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在王立琴已经没有机会情况下 给翻盘 特别是在马林领先的情况下 马林很少犯这么大错误 今天马林错误犯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给了王立琴的一线希望 被王立琴翻盘以后 马林就产生很大变化 心理产生很大变化 你可以把这个局分开看 前四局球 跟后面三局球 你可以看看马林跟后面几局球 人是两个人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个局数产生变化以后 被马林才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球 好的 谢谢王涛 好 观众朋友 等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转播颁奖仪式的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